大家好 那天氣越來越熱了 那想必各位 都想要製作一台冰塊涼風扇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為各位示範的冰塊涼風扇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裡面的結構 它可以放8個寶特瓶 那我想可能有一部分的人 它不可能在冰箱裡面同時冰8罐的寶特瓶 那我們現在來為各位示範一下 我們新設計的冰塊涼風扇的一個製作 那首先你必須準備兩個空的寶特瓶 那我們先將它的底部裁掉就好了 我們這一次的製作比較簡單 不需要動用到什麼比較大型的一個工具 這個也一樣 把底部切開就好了 好 那我們已經把底部切好了 那再來你就是需要在這邊打一個孔當掛勾使用 好 好 那 除了這個掛勾之外 你在這個四周也要跟它打一些進氣孔 但是你進氣孔不要打太低 因為將來這邊我們是要裝冰塊的 所以你打太低就裝冰塊的空間就比較有限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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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通氣孔都打好了 那打好以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掛到你這個風扇的背後 好 好 那這風扇背後我們已經有用這個鐵絲 綁一個掛勾 這很簡單 你只要把一個掛勾 綁在這個風扇的背後 然後這個就可以拿來掛上去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也把它完成 好 那我們另外一個也打好通氣孔了 好 一樣可以掛上去這樣就好了 好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裡面填滿冰塊 好 那我相信各位家裡的製冰盒 做出來都是這種小冰塊 這樣這種設計 對各位來講 是比較合乎實際使用的 所以說你就 將冰塊把它填滿這個罐子就好了 好 那你在填冰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就是不要讓它超過你的通氣孔 好 那你不斷的這個使用它的時候 這冰塊會被溶解 那等它溶解變成水的時候 你可以拿一個鋼杯啊 或是盆子 來把這個水打開 然後拿去倒掉 再鎖回來 或是說你也可以直接 將這個拿去倒掉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插上墊來吹吹看吧 好 那由於後面啊 有兩個大冰塊在後面 所以這吹出來的風啊 感覺上是有比較 比較涼爽一點 那以上呢 是我們為你示範冰塊涼風扇的製作 祝你有個涼爽的夏天 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不要忘了將好的影片